我一直在普通话在国语这个语言当中 在寻找一些新的听觉 一些新的声音在我唱片里面 包括是在歌词方面的饶舌 不同的韵脚 不同的发音 在标准的范围之内 怎么去破坏一些普通话的规则 所以这一首歌Cognit Girl 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腔调 Cognit就是伦敦的某一个区的腔调 它是一个 如果你是生长在英国的人 一听就会认得出 所以我觉得把一些 这些耳目一新的听觉 放在我的音乐里头 就是让我有Cognit Girl这首歌的灵感 你刚刚跟其他的品牌有很明显的不同 就是他们是最好的 在很多方面就是最讲究 那很多detail是 可以说是一个在相机的领域里面是典范 所以我能够跟他们合作 我觉得是一种荣幸 也是能够感受到这个公司的一种执着 在quality上面 在质感上面 也让我开始对摄影是很有兴趣 因为看到他们对这个每一台相机的了解 还有它的专业 我会开始欣赏他们的 对他们产品的热情 所以我非常高兴 就是透过这次的合作 我也多了一个喜好 多了一个爱好 除了音乐 演戏 之外 开始对摄影 有了一些了解 跟有一些研究 觉得很开心 也很欣赏Nikon这个精神 我很高兴能够有就是第一次担任相机 能够做到就是在相机的领域里面是 No.1 就是最好的品牌 我感到这种荣幸 因为我自己也是在 在我的艺术方面也是很要求很高的 然后Nikon是在他们的专业的领域里面 我感受到他们的要求是非常的高 不管是业余的摄影师像我自己啊 或者是professional 就是真的专业的摄影师 都会去找上这个品牌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幸运 能够在这次 就是第一次合作 然后希望大家会很喜欢 谢谢大家